第15题 哥哥骑摩托车在教练场上做直线加速度运动 请问哥哥骑车的过程中 下列选项中的物理量方向一定相同者为何 我们晓得平均速度的意思就是花多少时间有多大的位移 所以呢我们的速度是向量 我们的位移是向量 所以这两个方向是一定一样的 但是跟加速度的方向却不定一样 比如说我们再往前开车骑车 然后再刹车在停下来的之前 我们的位移是向前的 我们的速度或者顺时速度平均速度也是向前的 但是我们加速度却是向后的 所以我们的选项中呢只有B选项说 位移方向跟平均速度方向一定一样是对的 所以第15题问我们说 下列选项中的物理量方向一定相同者为何 我们答案选的是B位移方向与平均速度